大家早上好 还是同样的 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 欢迎在Zoom这里有个问答的按钮 输入您的问题 多学自己观看 等会上述的教会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 这几天市场的一个逻辑 非常的有意思 非常的有意思 首先我们看到在周三 关键的数据之前 CPI之前 美联储这边加息的概率 75基点是大概率的偏向于哪边 偏向于75基点 对吧 然后在这个之后 我们看到大幅的通胀的数据 之后我们看到更多是什么 加息变向了100个基点 甚至一度是达到了 接近80以上的 这么的一个加息的预期 这个是在高通胀的情况下 出现的这一个情况 同时我们看到马上 央行主席 应该是纽约央行主席 没记错的话 也是票委之一 他说了公开出来说 刚好是在28号前 两周 它是可以发生的 当然在开会 真正议息之前 这两周内的是不能说话的 所以他刚好发生说 他是不支持加息100个基点的 然后瞬间我们看到 加息的概率从原来可能偏向于100个基点 然后导向了5050的这么一个状态 然后昨天的PPI出来之后 大同小异跟CPI差不多一样的效果 预示着下一周的CPI还是很强 但是预计下一个月的CPI依然是很强 但下一个月的PPI可能会在这种大宗商品 在这一个月回调很多的情况下 不会有这么大的起伏了 所以我们看到整个6月份原油价格在高位 但是我们看到整个6甚至7月份 进入到7月份 很多大宗商品的价格 其实是出现了很大的回落的 出现了很大的回落的 那我们以农产品为例 我们讲到的DBA 这个ETM 大家比较熟悉了 农产品 Investical DB Equicultural Fund 那这一个我们看到是在6月份触顶 6月 5月中下旬吧 然后6月份往下走 7月份其实大部分世界是在什么 较低的一个农产品价格 我们看到整体大宗商品 这里包含了所有大宗商品 以能源为数的 我们看整个6月份后半段 都是在较低的价格 进入到7月份的话 那更是在更低的价格 那我预计的下一个月报的CPI 或者是PPI 那这边可能相对来说 数字没有说像6月份 或前面这么的火爆 这个可能是市场预期上的一个转变 包括还有央行主席的讲话 还有今天早上的什么 零售数据 今天早上零售数据 我们看到是比预期要强 这也是我之前有点到的 我觉得美国经济是没有问题的 目前来说 从上一周的飞农来讲 报这一周的零售数据 美国经济可以看到 是没有衰退的迹象 暂时没有 暂时没有 那我们所说的衰退的话 是连续两个月出现多个数据 尤其是一些关键的数据 两个月出现什么 不及预期 或者说成递减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这就叫recession或衰退 那当出现recession衰退的时候 可能会非常的可怕 这个大家小心一点 这个大家小心一点 目前来看到 我们看到没有看到recession 还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经济体状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那这样情况下的话呢 可能市场更多的解读是说 那如果经济没什么问题的话 那美人储是否可以更多更快的加息 所以今天这个天平 又似乎偏向了加息 100个基点的概率偏多一点点 那我觉得这个是蛮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今天早上跟大家分享一点 我们看这个概率从 加息75基点一周前 到几天前5050 到今天我们看到75% 又再次回到了较小概率的事件 较大概率其实我们看到偏向100 但其实这里还是一个5050的状态 那只有不到两周时间了 两周时间就马上要到加息了 如果按照算交易日来算的话 按照算交易日来算的话 那也就是下一周 五个交易日加上周一周二 两个交易日 七个交易日加上周三八个交易日 就会决定利率了 那八个工作日八个交易日 到底还有什么事情 能够让市场更好的预料到加息 75还是100呢 目前我是没有看到 我认为下周可能没有太多重磅的 像这一周的经济数字了 更多的 我们看到下周是什么 各股的财报 各股的财报 财报一会我们再来讲 这边我想提到的一点 还有一点就是之前我们说过 这个什么预期 什么加息的预期 什么经济的预期 都可以很快的迅速的调整 但唯独当这种不确定性的时候 其实市场是很难去进行 单方面的行情向上的 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问题 这是一个问题 如果没有看到一个确定的加息 75还是100 那你觉得大盘就此会上涨吗 还是就此会下跌 我觉得很难讲 这个是很难讲的 所以呢 我觉得以今天这个情况来看 今天是周五 那我不期待大盘会有过 过激或是过好的表现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当然昨天我们也讲了 我也不期待说大盘会什么 跌得很惨 因为我们看到从情绪上来说 已经是比较偏极端的情绪了 开始慢慢有多头进场了 做空的人可能开始慢慢回补了 这个位置可能不再是 进行做空的位置了 反而是觉得是一个 找机会做多或个别品种 去做多的机会 那这个昨天我们也提到了 从关键性的一些指标上来看 我们看到周期图 周期已经来到区间的下沿 四小时也出现什么 超慢 抵背离 那这个位置是不能再做空的 不能再做空的 所以我们看到昨天 啪又拉上来 虽然有理由解读为 可以往更低的位置走 但是这边技术形态上 是不允许这样的一个 继续往下杀了 从日线图这边也选择 不再继续roll over 而是说选择可能继续少 找机会上工 我们说过一个关键的点位 3800以上 我倾向于市场会往更高位置走 3800以下 我倾向市场可能短期 会有更多的弱势 不排除测试3600 甚至3700的位置 那我觉得3800以上 如果说进入到接下来两周 能大概率的大时间 大绝大多数时间的话 融在3800以上的话 那我觉得倾向于在加息之后 无论是加多少 无所谓 我倾向于大盘 会往更高的位置走 那我们之前也说过一句话 什么样的预期都可以解决 就是遇到什么事情 对吧 都可以解决 只是一顿酒的问题 对吧 如果这个事情不能解决的话 那么就两顿酒 那在市场上面也是一样的 什么预期不能解决呢 一次讲话 如果不能解决 那就讲两次 两次不行 那就讲三次 那这边也是一样的 经济上的预期 如果不能敲定的话 那就连续一周的经济数据 如果这一周经济数据还不行 那就等下一周 最终这个预期还是会落定的 那当落定之后 石头落脚 这个石头落地了 一颗心中的大石落地之后 那我相信市场会有一波 relief rally 当然这个relief rally 有可能是非常短暂的 也有可能是非常短暂的 因为我们看到很多大的东西 还是没有改变的 对吧 可能会反弹个三五百点 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也有可能是一两百点 但是反弹之后 可能更大的前提 还是会往更低的位置去探 因为估值没到 包括还有更大的问题 美元这个趋势怎么解决 对吧 包括现在通胀 以及接下来面临的滞胀的问题 国债利率 对估值的影响 这些的影响 我们看到是短期 不要想着去解决的 短期不要想着去解决的 短期这些都是不会解决的问题 解决不了的问题 是需要时间去解决的 很有可能几年都解决不了的问题 对吧 那这些问题营绕到这里的话 那大的趋势还是不会改变的 所以我觉得有个别的品种 是值得去做反弹的关注的 我们这边讲到的一些 强调到的一些关键性的品种 其实每天都在讲 这边我今天也不想讲太多 看看大家的一些展开吧 今天我们看看一些财报上的对象 财报上的对象 这周我们说过银行财报上的对象 没有什么特别的 很多的银行 在昨天包括今天A股上面的银行 我们看到全球的银行都受影响 当然更多还是因为JP Morgan的财报 当然A股这边的银行 可能也受房地产市场 或一些监管的影响 JP Morgan往下杀 那这个对传统价值来说 是非常非常负面 非常非常负面 包括对全球的银行来说 都不是一个好事 那利率高已经不再是银行 值得骄傲的一个事情 反而更多是高通胀 对经济的影响 造成对银行的这种衰退 那这边银行短期 我们看到是没有任何抄底 或者说积极的移动 所以大家对银行传统价值类的 我觉得暂时也不需要做过多的关注 那同时昨天我们看到 还有台积电 这周几个关键性的财报 点评一下 台积电财报 我看了一下非常好 没有任何问题 那我觉得台积电 可能从量价的关系来看 台积电已经大抵出来 Unfortunately 对吧 之前我说过 台积电可能还是会 不断的阴跌探底 但最近我看了一下 这一个反转 这一个反转 可以说跟中盖的反转 是如出一辙的 那中盖之后是 谈了几个月之后 最后慢慢走出来 那KY 大家非常熟悉 也是一个岛屿反转 先走了一波 然后后面是漫长的一个反转 然后慢慢再走出来 当然最近回调 回踩 非常好的机会 非常好的机会 那同样道理 台积电现在也是在一个初期的阶段 完全可以参照 KY的走势 当然我个人对台积电 还是保留意见的 因为我觉得台湾问题不解决 整个半导体包括台积电这里还是很麻烦的 所以整个半导体这边要抄底的话 我觉得大概是三思而后行 三思后行 当然你要做一些短线的话 我觉得无口后非 但如果说要做短波段的话 会否有更好的选择呢 比方说我们这边说的三倍的ETF LeBoo LeBoo明显是这里面最强的一个东西 明显是 所以为什么Why not considerLeBoo 或者是生化制药 IBB XBI指数 这里面PE值不到5的这些地方 可能会有更多的更大的空间跟机会 那这是我觉得在做多方向 短线的可以选择的地方 对吧 中盖啊 还有说生化制药 当然这都是一些大方向 各别股票大家可以展开去看 SARK 昨天也冲到60 那我就短期从52到60 其实也差不多了这一波啊 不排除这边市场 想要反攻的前提下 SARK会继续的阴跌探底 做一个双底也好 或者说往更低位置探也好 完全有可能啊 但我觉得还是找机会逢低吸纳他 对吧 但是涨上来的话 可以借现在当下市场的情况 来进行选择出 还是减 但我就不要去加仓了 加仓应该加在好的位置 尤其当下在现在可能不太确定的一个情况下 同时我们看下周 会有更多的财报 这周只是一个开始啊 下周会有更多的财报出来 下周我们看到 这里应该属于是传统价值的吧 奈飞好像还不在里面啊 应该是传统价值银行的财报 更多的财报 这个可能要等他这边更新了啊 但按照套路的话 下周应该是奈飞 还有些科技的公司 可能没有特别大的 但也不小啊 会在下周报财报 那下周可能市场就重回到各股的焦点里去了 看看财报里面 各股 尤其是大的公司 对经济的点评 对通胀的点评 对央行的点评 是怎么样的 业绩是怎么样的 那我相信 CPI 这些对大公司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啊 直接影响他们的毛利率 对吧 啊 营收啊 当然从今天的这个零售的数据来看 我觉得营收方面的影响可能并不太大 更多可能是赚钱方面 赚钱能力方面的影响可能会比较大一点啊 XRT今天早上也是直接高开 因为这是零售指数嘛 只要跟零售相关的 全部都拿起来 全部都拿起来 让盘前看看各大交易品种 今天标普500涨多一点点啊 更多权重可能在零售 然后我们看到日本很强 欧洲 德国暂时止跌 能源类的今天也是反弹啊 下降反弹 所有金属类的啊 依然还是回落 农产品可能有些分化 我们看到十年国债 这边是有些反弹 因为可能今天美元的下跌啊 还有这个国债利率的下跌 也导致国债的反弹 对吧 非美货币的反弹 这个将对今天所有资产品种价格的提升 有一定的关注啊 有一定的关注 我们看只有个别的品种 可能今天差一点点 也就是防御性比较强的 前两天表现比较强的 对吧 这些可能 目前喜好没那么强的时候 自然而然就会下去一点点啊 公司我们看到 还有盘前的涨跌浮榜 也顺便一起来看一下 涨浮榜里面今天 目前还有15分钟开盘 只有 只有一页啊 花旗银行这里是涨幅5% 好厉害啊 还有很多数字货币概念股 这个应该是台湾的半导体吧 Pinterest这里是有大哥 Alien Management进去了 是知名的这种激进投资者啊 那应该是冲着收购并购去的 那我觉得Pinterest也是有钱 在收购并购的可能 这些也有这样的传言 只是后面股价下来 涉浮榜里面 也没看到什么特别的对象 也没看到什么特别的对象 那今天大概 我想分享的内容 大概就是这么多 还有就是板块方面 Industry啊 Industry 今天Industry应该是有 非常非常多的Industry 值得注意的啊 我们看今天什么跌的 太阳能是跌的啊 房地产跌的 这些是不是跟油价的回落有关系啊 还是有什么特殊原因 然后这边我们看到 防御性比较强的跌了 除此以外全部都是涨的啊 涨的最欢的 可能也是最近跌的最多的啊 木材对吧 也是最近跌的最多的啊 那今天我们看到 本周的一个事件 就圆满的收关了啊 今天早上的数据 还有本周的财报也就收关了 下周有更多的事件 值得期待 那美联储这边 进入到一个静默期 接下来不会有任何 美联储官员讲话了 直到说7月27号28号啊 那是7月27号吧 7月27号是吧 鲍威尔会出来讲话 然后鲍威尔会出来讲话 然后鲍威尔会讲话之后呢 又一堆人出来讲话 好看看大家的问题吧 下周我们在周一 再做一些期望的展望啊 期待的展望啊 请问老师 6月份零售数据出路 就超过预期 是加大概率 但是可以看到这个概率 并不是特别大 因为有一个票位是公开出来说 因为我看到新闻啊 是有一个票位公开出来说 我不知道有没有别的票位出来说啊 但我们看到有一位票位 这个票位好像还是比较重要的一个人物啊 说这个不考虑加息100个基点 然后目前我们看到刚刚啊 这个概率还是在偏在加息100个基点的 从150到250 现在马上又跳到什么 225 所以我觉得啊 加息75基点的话 市场可能会涨 我认为是这样子 只要不加息100啊 我觉得市场都会涨 加息50也好 或者是加息75也好 甚至不加都最好了 当然不加可能也不一定不行 也不一定行 我觉得只要不加息100 这里可能目前只有两种选择 没有更多的选择了 只要不加息100 我觉得市场会涨 这可能是接下来的一个共识 中国经济状况弱 中国其实经济目前是全球最好 当然目前这个Q2的GDP确实不怎么样 但我觉得也不影响 也不影响 Q2GDP可能差一点点 但这也是预料之内的事情 因为Q2中国当时清 就是经历了一个从4月份开始 经历了一个非常至暗的时刻 就是动态清零 尤其是上海 这个是对GDP有很大影响 当时很多人说 这个没问题 后面会追赶上来的 报复性的反弹什么之类的 但我们看到今天早上的 中国的GDP数据是不太好的 所以对很多原材料来说 是有再一次的打击 PPI已经打击了一次了 然后这边再一次的打击 但我觉得这个并不代表 中国经济的衰退 依然还是资金会往低处流 一个是货币政策相对宽松 另外一个是价值相对来说 有价值的地方 也就是中概 KY这边 我觉得依然还是重点关注的 互联网指数 我觉得中国这边实体经济不好搞 可能就只有互联网可以搞一搞 金融这边也可以搞一搞 对吧 可能搞实业的话 接下来几年不太好搞 但是互联网金融 这可能也是资金追捧的地方 我个人比较喜欢KY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苹果看不看涨 苹果其实不看跌 但只是我觉得说 这个位置超低 我还是想说等120 不排除120 可能还有机会 当然就算跌不到 也无所谓 也跌不到 也无所谓 财经店可能低点出来了 可以卖破 但卖破的风险非常大 对你裸卖的话 万有什么问题 当然目前我觉得 这个可能性几乎很小 但就怕遇到这种黑天鹅事件 当然种种迹象表明 现在台湾问题 还是相对稳定的 但就怕万一 就怕万一 你买个call可能也划不来 就台积电更多还是观望吧 不要去做空就可以了 特斯拉Q 这个ETS是昨天新上的 这也要感谢大家 昨天告诉我这个ETS 这个ETS很凶 据说是两倍的做空特斯拉 对吧 昨天我在网站上查了一下 网上查了一下 也查不到任何相关的信息 但这个好像是新上市的ETS 它就是对应做空特斯拉的 但好像是两倍做空特斯拉 那如果特斯拉往下看 如果来到区间上沿 750 这位置我个人还是偏向于看空的 那么能破这个区间下沿 然后往更低位置走 目前来看特斯拉想要跌 也可能需要点时间 目前TESQ我还在等 桥水基金做空欧股 这也不是什么第一 也不是第一天的新闻了 是吧 这很早就知道了 欧洲是相对较弱的地方 早该做空了 半导体 我觉得半导体 可能还在等一等 这个趋势需要时间再走出来 Polcom怎么这么强 下降趋势当中 优质的股票可能会反弹凶一点 但还是在一个下降趋势当中 这一点是没有改变的 这点是没有改变的 今天这个是不是聊天这里关了 聊天这里关了 大家都不能聊天 也好啊 也好 大家有问题直接问 对吧 节省我一点眼力的时间 要不然我这个眼睛 眼睛这个要寻找问题 有时候也也是容易漏掉 不过这可能少了点大家的互动 以后可以适当的看看怎么样 可以打开 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会议密码 会议密码你不是已经进来了吗 对吧 之前的问题都已经是回答过了 回答过了 桥水是好像之前很早就做空了欧果 这不是第一天的新闻了 不是第一天的新闻 然后最近我们看到有一个 有一个玩意儿是比较强的 比特币对吧 比特币最近是比较强的 首先是率先止跌 然后率先反弹 我觉得这个玩意儿 是否宣示着说 很多品种的底部到了 还是说这边对金融市场 产生了危机 做一些应对 因为我之前讲过 比特币的一个原理 它是数字黄金 这是一个 但它最近并没有跟着黄金走 对吧 并没有跟着黄金走 我反而觉得它是一个传统金融市场的一个替代品 当传统金融市场出现问题的时候 像现在中国所传的 这种什么房子的问题 房地产的问题 银行的问题 会不会出现什么中国的次贷 中国的小次贷了 跟美国这个次贷可能 没法同比 但是只要能叫次贷的都威力不小 那中国这个是否有次贷危机呢 也是传言吧 我觉得可能没有 但是如果真的有这种可能性的话 比特币涨一涨 也并不是不可能 避险资产嘛 属于是 那如果说你房子都不保值了 银行也出现挤兑的现象的话 当然目前都是市场谣言 中国维稳来说还是排在第一位 老布期权怎么买 老布本身就有杠杆了 就不要买期权 你要买期权的话 可以买XBI跟IBB可以考虑 谷歌可能我觉得也跌到位了 谷歌这图间顶的形态也跌到位了 这我们就说过 两万 两千二到两千 很好的位置 可以考虑长线 但是长线的话 你至少拿三个月或更长时间 因为这里需要很长的时间去做底 目前我们看从五月份做底过来 已经两个月了 当然可能还需要更长的时间 好 那今天先讲那么多 我觉得大盘可能啊 今天的表 这一周的表现 就可以用一句话概括 就是期望越高 十望越高 当大家都期望了 会有大事情发生的时候 大涨大跌的时候 最后我们发现 大跌拉回来了 大涨跌回去了 最后啥都没捞到 更多是什么 震荡式 当然震荡式 就总会出方向的 这个方向会是什么的 目前我的期待还是向上的 目前我的期待是向上的 那可能这跟美元回落啊 或加息预期的调整啊 国债利率下调啊 这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这边大家做空的 不要这么过激 对吧 做多的可能会有更多的机会 那我们下周 同一时间同一年 我们不见不散 今天也是周五了 祝大家周末愉快 检查一下仓位 就不要开什么新仓了 对吧 可以处理一下手中的仓位啊 想了解黑心 可以博打 firsttree的客户专线 以及电子邮件 Chinese at firsttree.com firsttree的官方微信服务号 firsttree横康1985 服务华人30的那个文件商 真正的一个文件商 大家可以扫码关注啊 那我们下周一 同一时间同一年 我们不见不散 周一我们全周展望再见 拜拜 拜拜